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2月3号晚间正式点灯 照亮了基隆港的夜色 虽然夏泽雨依赖吸引了不少市民参与 气氛温馨热闹 5 4 3 2 1 基隆圣诞快乐 高18公尺的圣诞树点亮了 搭配海洋广场灯饰 让基隆港夜色变得很有夜淡气氛 那我们知道每年 过去8月没来 每一年在基隆港的港边 我们都会有一棵巨大的圣诞树 但我们这棵圣诞树跟全台湾不一样 它是用环保的材质来制作 那点亮之后也象征 2022年告别了 这个过去的一年 也祈祷未来 今的一年 大家能够幸福跟平安 那我们也知道 这个过去8年来 由基督教教会来跟基隆的万歇来合作 跟四国安合作来办理这个活动 是全台湾绝无仅有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也祝福基隆未来会更好 非常刚刚走在这兵分圣诞点灯之前 走过了整个海湾 看到说基隆港 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 整个港湾变得非常的疑人 非常的好走 而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漂亮的圣诞树 也期望说我们基隆的未来跟他一样 光彩夺目 光彩造人 在这边 佩祥除了肯定过去8年基隆市政府 在林右昌市长跟团队 领导之下的成绩之外 也更期许未来谢国梁市长 能够把市政做得更好 更上一层楼 虽然天空飘的雨 但不少民众全家大小前来参加点灯仪式 纷纷在圣诞树前拍照留念 也对基隆献上祝福 我来基隆这么多年 发觉它是最美的圣诞树 基隆最美的圣诞树 尤其在海边海港的话最适合 基督兴隆在基隆 基隆我们的土地 我就是基隆人 所以我爱敬爱土地 我是特别退休回来基隆 所以这是我的家乡 所以我就是为他摆上我自己 所以我亲吻我的土地 基隆就是我的家乡 我想圣诞节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一个充满爱 充满希望 充满盼望的一个时刻 那我相信让这样的一个圣诞节的气氛 能够让基隆越来越好 然后也让我们每一个基隆人的心 虽然天气非常的冷 但是我们的心非常的暖和 然后非常的可以让每一个基隆的市民 都可以把爱传出去 全台唯一的港区圣诞树将从12月3号点亮到明年1月3号 同时12月24号晚上 在海洋广场将举办 兵分圣诞光耀基隆圣诞晚会 陪伴大家度过平安的圣诞夜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接下来又等你来看第四届亚洲步道大会 昨天在台湾登场了 金融市政府在暖冬峡谷的入口广场 举办了徒步嘉年华的迎兵骑走活动 来自日本韩国的嘉宾 走访暖冬峡谷步道 市府秘书长黄俊毅 欢迎国内外爱好生态的践行游客 一块来欣赏基隆的山林之美 第二份礼物是我们基隆赤酿酒组合 有我们基隆在地的风味 基隆市政府秘书长黄俊毅 与日本工程县议员护赠礼物 象征台日友好情谊 因为亚洲步道大会 首次在台湾举办 我们淡然古道的百年三境 这个中战跟北战 就是在我们基隆暖暖 那尤其我们暖冬峡谷 更是这个古道过去 这个中战必经民伤往来的地方 那最近更是成为国内外热门的 国家生态律道的一个重要的景点 深获大家旅客的喜爱 那我们今天特别办这个活动呢 主要是过去这八年多来 林佑昌林市长在跟中央积极争取相关的资源 我们把我们整个暖冬峡谷的步道 包括这个步道 梁亭跟指标的系统都整建得非常的完善 所以等一下相信大家走起来 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这一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台湾参加亚洲步道大会 大変楽しみにしておりましたし 昨天の夕食も非常に美味しくご馳走なりました 我在来之前就非常期待 昨天晚上也吃得非常的满足 不只日本议员前来 连韩国步道联盟友人 加起来一百多人都来到金融暖冬峡谷 准备欣赏淡然古道中路 步道之美 虽然天空不做美 但不减大家的热情 画其实路还蛮安全 而且它规划得很好 对 然后而且沿途又还蛮漂亮的 等一下你可以看到那个暖冬峡谷 我觉得其实它就是一个 怎么讲 真的就迷你版的那种泰鲁泽还什么的 因为它当中的那个 河边的那些石头 那种就是被侵蚀的 就是还蛮壮观的 今天是亚洲步道大会 在暖暖的吃行程 然后等一下会有很多日韩友人 我们一起徒步走到大金融场 然后接下来再走我们的暖冬教道上去 这段步道非常非常自然跟宜人 因为它不只是你可以 它不只是简单 就是对于比如说你不太会爬山的人 你可以来 然后重点是可以清水跟清山 然后重点是你在步道过程中 你会看到很多仔细的步道的工法 就是我们有一整段是花了三个礼拜 我们用手做步道的方式 用周遭拿到的气石 一阶一阶整理出来的 我们不只是整理了步道 我们还整理了排水系统 然后甚至整理了步道旁边的边坡 就是它的那个边坡的勃砍 那这些都是我有说 今天你是一个爱山的人 你觉得你不喜欢走太水泥化 太人工化步道的人 暖冬峡谷这一段 暖冬旧道会非常非常适合你 那暖冬峡谷有手做步道 暖冬旧道有以前古人 就做出来的台阶跟步道 那是从大人古道 从很久以前我们这边的居民 要到就是哥马兰厅 那这一段就是他们一直在走的路径 所以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 为了纪念亚洲步道大会 徒步嘉年华在基隆 同步推广暖暖生态游 盛府推出了 金美淡然暖暖即彰玩走纪念卡 今天非常高兴 新红第四届的这个亚洲步道大会 在台湾举办 那尤其首发呢 在基隆的暖暖 来举行这个徒步的嘉年华 我相信这是台湾的盛事 也是基隆的骄傲 那尤其我们在整个暖冬 峡谷步道整间完毕之后 相信能够对于整个软液体的设施 服务的品质能够更加的提升 那我们也诚挚的欢迎 国内外喜欢践行徒步的好朋友 来到台湾来到基隆 来欣赏独有的台湾山林之美 尤其是我们基隆暖暖的山林之美 台日有人来到台湾 基隆市街机行销暖东峡谷之美 也拼基隆的观光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根据台湾失智症协会调查 80岁以上大约没5人就有一位得到失智症 因此基隆市卫生局保健科特地和基隆期间 特约失智据点合作 首次带领上百位的失智长辈 到台北圆山饭店参访 还有品尝美食 期待长者在多参加社交活动 多运动下能够延缓失智 上百位基隆地区失智长辈们 站在圆山饭店里面 著名的红毯阶梯上开心合照 展现强大又开心的气场 根据台湾失智症协会调查结果 65岁以上人口每13人 就有一位失智者 80岁以上大约每5个人就有一位 因此基隆市卫生局保健科 负责的长期照顾管理中心 特地和基隆市期间特约失智据点合作 首次办理带领上百位失智长辈 到台北圆山饭店参观 吃美食的活动 让长者们多多参加社会交际活动 多运动 甚至回想过往可能来过 圆山饭店的记忆 延缓失智的情况 其实大家都知道圆山饭店 事实上很富有历史的一个建筑物 那许多的失智症的长辈 事实上他们可能一生都还没有来过这里 那我们透过今天这个活动呢 有一点点的环旧治疗的味道 事实上让长辈呢 来回顾这样一个建筑物的它的历史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透过这样一个机会 让这些长辈出来走一走 因为我们知道失智症重要的是 有一些社会的参与的刺激 所以透过这样一个活动 大家随时的互动 可以让他们不管是在星期一月上面 或是在运程上面 我们相信都是对我们的一大方法 圆山饭店服务人员也非常用心贴心提供服务 甚至双脚跪下帮大家拍大合照 也分团带领失智长者和家属等陪伴人员 参观解说圆山饭店著名的东密道等地点 和历史 主办单位长期照顾管理中心 更用心安排长者们享用饭店美食 让长者和家属都非常开心 高度肯定这次办理的活动 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 感觉怎么样 古色古香 真好 真好 有想要继续来这里刺激吗 去包围里刺激都有 有要继续吗 有人家就来 人家就来 带妈妈这样出来刺激你感觉怎么样 欢喜 欢喜喔 怎么说 因为平常上班很忙 所以就只有做我们机会的时候 可以跟老人家一起出来游玩 对 然后因为大家都是老人家 所以就是互相扶持 感觉很好 对 还期待有下一次的活动吗 期待期待 主办单位也在用餐期间 安排长者们进行表演同欢乐 表演结束后 也由保健科长杨慧玉颁奖表扬 让表演的长辈感受到得奖的喜悦 没有用心又贴心的十多位 长期照顾管理中心主办单位人员 就没有成功的活动 来不及吃早餐就带领百位长者 平安顺利出游 只能午餐当早餐吃 能够受到长者和家属们的高度肯定 让基隆市成为失智长者最有爱的城市 大家就心满意足了 机智一起玩学堂 成功 记者吴俊松台北采访报导 在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协助下 七堵区独北里办公处 获得卫福部补助据点创新方案 特地办理大小宝贝携手共进AI智能游戏竞技活动 建有小朋友和长辈在AI科技游戏中的比赛 导入日常课程 强化长辈的健康 展现在地健康促进 推广健康乐龄的目标 活动现场安排各种AI健康科技竞技游戏 让长辈和小朋友一起比赛 火落筋骨洞洞脑筋 大小宝贝都很开心 很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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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很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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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跟这些阿公阿嬷比赛你觉得怎么样 呃跟他那个什么玩游戏对你觉得开心吗跟阿公阿嬷 开心在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协助下 七赌区独北里办公处获得卫福部补助 据点创新方案特地办理大小宝贝 携手共进AI智能游戏竞技活动 借由小朋友和长辈在AI科技游戏中的比赛 导入日常课程强化长辈健康 展现在地健康促进推广健康热龄的目标 七赌区选出准基隆市议员曾宜芳也亲自到现场参加 感谢大家的支持让他高票当选议员 很抱歉因为小弟这边算机算不掉 所以这个大型的活动可能是小弟在人最好出败这个活动 希望把那个理事长来接下来 他如果还配合再继续来这边 小弟将就在这边这边的优秀 大家好 祝你 阿甘平安 大家招待 在嬌聯還有我們事工團隊的一個協力之下 你看我們有本智去中央拿到一筆大的預算 然後我們導入所有AI科技的一些器材跟設備 不斷的在透過課程 讓你們的健康越來越活躍 而且可以延緩這些長輩的失能的一些狀況 所以你們很久看到的現在 大哥大姐身體都是不是好棒棒啊 是不是啊 是啊 好 所以要給健康的身體一個讚就對了 那我們非常謝謝林俊德林里長 一直以來對我們這個獨北裡的一個貢獻跟付出 我想要借一下你們的雙手 沒有林俊德里長的話 我們大概沒有今天的這個關懷據點 這邊借一下你們的雙手 謝謝我們林俊德里長 好的小禮酒 包括來自七獨區獨北裡 中山區中山裡等裡辦公處 以及社區發展協會等長輩們 也在現場打鼓載歌載舞展現熱靈學習促進成果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要等你來看每年金融市教育處都會為全市的家長 舉辦視性輔導的教育宣導活動 今年在仁愛國小登場吸引了上百位的家長熱情參與 透過專業講師分享 生涯發展沒有最好 只有最適性的精神與經驗 期望家長們都能成為孩子們生涯抉擇的神隊友 跟著時代潮流變化 親子教養的問題也很多元 如何成為孩子生涯抉擇的神隊友 金融市學生輔導諮詢中心 與五人國中 特別舉辦適性輔導教育的宣導活動 邀請到兩位專業講師 生動的分享如何幫孩子 找到生涯亮點與人生舞台 現場吸引滿滿的家長參與 我們過去在學習過程當中 大概的經驗 也無法成為現在孩子學習的參考 那我們唯有不斷地吸收新知 跟孩子做討論 那如果家長有任何問題 我想學校或者教育處都可以隨時提供諮詢 我想重要的是我們保持開放尊重 跟孩子做討論 我想生涯的發展沒有最好 只有最適性 那期待我們都可以成為孩子的神隊友 今天很開心看到這麼多的家長 來參加我們世信輔導家長 簡卷我們家長對於我們的 小朋友的發展都非常關心 我們十二年國教就是希望世信輔才 讓每個小朋友都能夠找到他自己的 地位找到自己的方向 發展他自己的專長 整合家長、社區、團體及企業 多面向的審視世信輔導教育 鼓勵家長陪伴、理解與鼓舞孩子 讓孩子找到屬於自己的舞台 成為孩子生涯抉擇的神隊友 記者蔡小軍採訪報導 終於可以寄的任務了 什麼 沒WiFi 沒WiFi 這裡是 一到廁所 你家就像WiFi孤島 還好有中加寬屏 有了MASH WiFi穿透力更強 合間再多也不怕 讓你在家盛網無私角 WiFi批動終結者 中加寬屏 搭配MASH盛網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現在就辦中加寬屏 只要一集終於上了 我沒希望 沒有WiFi 我的WiFi 沒有WiFi 這裡是 我在哪 一到陽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還好有中加寬屏 有了MASH WiFi範圍超廣 距離載遠也不怕 讓你在家上網無私角 WiFi黑洞終結者 中加寬屏 搭配MASH上網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現在就辦中加寬屏 歡迎回到中加新聞現場 也要帶你來看海巡署 基隆海巡隊 一艘PP3501號的巡邏艇 上週四 在基隆東岸16號碼頭 突然期貨燃燒 所幸沒有人員傷亡 至於詳細的期貨原因 還在釐清調查 鈴聲不斷的作響 黑煙中夾帶白煙 船艙不慎冒出惡臭 海巡弟兄趕緊救火 這艘停靠在京港東16號碼頭 屬於海巡署PP3501號巡邏船 1號下午4點 船艙突然起火燃燒 冒出大量的黑煙及白煙 港銷出動前往現場 再通知軍事消防局 觸動了化學車和水箱車前往資源 基隆海巡隊首艇同仁於本日16時 十分執行所望巡視時 發現駁港支PP351號艇駐舱區不明 原因冒煙 隨即展開滅火部署 拉起機艙消防系統及切斷燃油水電閥門 並通知基隆消防隊協助滅火 由於該庭為駁港退勤 並無人員受傷 17時16分控制火勢 17時35分火勢撲滅 消防隊進行殘火確認 初步檢視查明起火點 已為電器產品引發火源 本案事故原因 尚待消防機關再行調查確認 艦隊分屬立即成立應變中心管制 後續由艦隊分屬 保險公司及造船廠組成 專案調查小組 釐清事故原因 船體設備損壞部分 將由船廠進行勘估查查 盡速提出修復計劃 目前本分屬勤務運作正常 在消防車抵達前 海巡人員拿著水管試圖滅火 但因為水量有限 無法熄滅 索性消防車趕到現場 控制火勢 延燒情況才沒有擴大 至於詳細的起火原因 仍有帶監視小組進一步調查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 i-ride 飛行劇院 推出會飛的清明上河圖 沉浸體驗站 以最先進的提冷設備 帶領觀眾沿著熱鬧的 北宋汴京天際線飛峽 俯瞰及領略當時的複數與繁華 更由北宋食堂和宋代的衣着打扮體驗 邀請民眾穿越時空 感受歷史魅力 觀眾雙腳騰空 進入千年前的清明上河圖 沿著最熱鬧的城市 北宋汴京的天際線飛翔 俯瞰當時的複數與繁華 映入眼簾的是鬧市街景 高檔酒樓 西津的紅橋等 從破曉到夜晚 穿梭在北宋時空翱翔 本次的活動還蠻特別的 我覺得因為這在台灣其實蠻少見 然後從剛開始進場到 一路到現在這邊上售區 是最後一個環節 進場的部分其實就已經 從最底層開始累積整個故事的情緒 然後在經過Preshow的時候 他整個介紹這整部 就是我們要準備進入正片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覺得在Preshow的部分 設計得不錯的原因是因為 他其實帶入整個情境 還有整個周邊的設計 以及場景的布置都很好 然後從場景布置的方面來說的話 他帶入觀眾的情緒 然後最後再進到Main Show主畫面 看正片 然後這個球目 它是蠻有包覆性的 所以我覺得 以觀眾角度 我覺得觀眾應該會還蠻喜歡的 所以還蠻推薦本次的這個活動 整個場域給我的感覺很新鮮 因為他外觀設計的像是一個酒樓 然後就彷彿是我們進去 進去一間酒樓 然後從前面的那個介紹影片 就是給不僅讓我對汴京 就是他們親民上圖那個時代 有一些基本的認識 然後也有一些 就是得到一些新的一些想法 就是當你沒有想到 原來這時候這個時代的人 跟當初那個時代的人 有些在生活的方式上面 是有些相近的 這讓我覺得非常的有意思 那當然進入到正片的時候 我會覺得整個搭乘i-ride的體驗 它的那個椅子在運動的方式 讓我覺得很有新鮮感 不僅就是讓我們真的進入到那個畫裡面去 然後跟著就像飛行一樣的感覺 穿梭在畫裡面 這個是讓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新鮮的方式 來體驗親民上圖圖 我們飛行軍院從2019年在這邊就是開幕至今 過去主要還是以就是各個國家飛躍為主 那因為我們公司在打造這個 所謂這個叫沉浸式的這樣的體驗 所以我們期待就是說 在不同檔期 然後用不一樣的影片來呈現給觀眾 那剛好年底我們想說 以寓教於樂這樣的方式 所以我們推出了千年前的這個 這一幅畫親民上圖圖 讓大家用更不一樣的方式 來去認識宋朝 所以我們想說就是用這樣一個方式來 推出會飛的親民上圖圖 其實這裡面就是有很多就是 包含大家可能都不知道的一些 宋朝的一些小歷史 包含在宋朝那個時候 原來也有外賣也有外送 然後那個時候也有手搖引等等 這樣子一個小歷史 那你可以透過這邊這樣很沉浸式的 這樣的體驗的方式 可以去認識更多 宋朝的一些小知識 那我們更期待是說 民眾來這邊體驗完以後 可以打開他的好奇心 然後可以自己去探尋更多一些 宋朝的一些小故事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 如果可以增加一些親子的互動的話 那這樣是更幫助 可以飛過原來那個時候 其實最早夜市就是出現在宋朝 我們可以看到宋朝的夜市 然後也會看到那時候繁華的一些 一些商業的一些設施等等 那另外我們也可以飛過 親民上圖圖最最著名的那一座橋 我們可以認識說 原來那時候的橋 它的功法就是如此的細膩 我們可以飛過那個橋 去看到那個橋 然後看到人們在那邊的互動這樣 除了沉浸式飛行體驗 劇院也打造汴京大酒樓 店小二引領觀眾進入閣樓 品嘗白茶摸索北宋美食 並認識當時獨有的看盤文化 現場還提供防骨滑膚 經典穿搭讓民眾一秒變身 古裝劇男女主角 希望能夠打造一個 寓教娛樂的這樣一個方式 因為現在這個社會 其實大家已經都被多媒體 這方面刺激的非常多 那故事傳遞的方式 已經有別於過去 從說故事 從看書 從看影片等等 已經進步到這所謂的體驗 所以我們希望帶給大家 能夠體驗到這個更深的這個感覺 然後它就好像是一個 源與眾的方式 讓大家回到千年之前 去感受那時候的一些氛圍 一般來講我們看電影就是 視覺的一個饗宴跟聽覺的一個饗宴 那其實人類的感官其實是非常多元 我們之所以會產生我們這個認知的世界 其實是我們的五感去所創造出來 讓你的大腦能夠去感受 然後去形塑你這個世界 那電影它就是重視視覺跟聽覺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是五感 五感的體驗都會把你打開 包含聲光 色味 洞等等 你就會感覺是生力情境在這個場域當中 目前還頗受好評了 而且我們也發現 其實很多人對於來這邊 裝扮成古人來這邊 拍照打卡的人也非常的多 那也很多小朋友都會透過 我們準備了一些試穿的衣服 然後跟他的爸爸媽媽一起做互動 我們覺得這還蠻有意思的 好玩的北宋美食文化及服裝體驗外 也同時為觀眾補充許多北宋歷史知識 民眾來趟體驗才能了解 清明上河圖原來可以被呈現的那麼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終於可以接的任務了 終於可以接的任務了 什麼 沒有Wifi 沒Wi-Fi 這裡是 一到廁所 你家就像Wi-Fi孤島 還好有中加寬屏 有了MASH Wi-Fi穿透力更強 隔間再多也不怕 讓你在家盛網無私腳 Wi-Fi黑洞中結者 中加寬屏 搭配MASH盛網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現在就辦中加寬屏 最後一集終於上了 沒有Wi-Fi 我的Wi-Fi 沒有Wi-Fi 這裡是 我在哪 一到陽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還好有中加寬屏 有了MASH Wi-Fi範圍超廣 距離載遠也不怕 讓你在家上網無私腳 Wi-Fi黑洞中結者 中加寬屏 搭配MASH上網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現在就辦中加寬屏